这是我们的气动双光位效滑式抗标机 首先我们看下这个控制面板 就是温度时间二和一一秒 可以控制温度和时间 我们要首先按一下这个ICT键 这个5P是温度设定状态 此时我们按下键箭头来增加温度 还有这个箭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是210度就可以的 然后再按一次5到F就是时间设定状态 我们可以按这个箭头来增加 或者减少时间 一般设三行感就可以了 然后再按一次完成设定 这是基础器 每当滑坏一次会不动基础就断一次 如果要复理的话我们就按一下它 就清零了 然后这个是电源开关 这是机厅开关 这是手机厅开关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工作板 当拿到左边的时候是手动状态 那我们就要按这个蓝 这个绿色按钮来新生烫化 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要停等化暗示就可以了 打到中间的时候 我机器是不会烫化的 当打到右边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到位之后 这个发射板就会自动往下压 非常的方便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机器 这个是过滤器 我们首先为了调盖的时候 我们把它拽起来 然后顺时针增加压力 逆时针是减少压力 调完之后呢 一般是0.4到0.6之间就可以了 调完之后按下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测试一下机器 我先把这个布铺上去 铺完之后把这个生化纸呢 盖上去就可以了 搅拌手 可以这样弄了 好 到位之后呢 我们往右边打 那个机器就会自动烫化 保证这个机器 刚刚是那个 没有关起来的状态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机器开始 动到机器 好 烫化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拿起来 你看到烫化效果很好 你看到烫化效果很好 烫化效果很好 好 我们先